李胜医生被无辜砍伤 不幸去世 社会之痛 请不要再误伤医生了 7月19日中午 当人们都在吃完中饭午休的时候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门诊传来噩耗 正在加班为患者看病的李胜医生被持刀歹头砍伤 就职无效 不幸去世 李胜医生的去世是社会之痛 是谁造成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呢 谁还愿意去救死扶伤呢 李医生具体被砍伤的原因没有官方报道 但网上的消息称持刀歹头是因为医生为他的妻子手术没有成功 于是迁怒于手术的医生 可是当时的医生不在 行凶者就把目标转向了李医生 真是天理难容 医学是一门科学 每个人病情都不一样 任何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 水平再高的医生都不可能对患者承诺百分之百的成功 能够打包票的都是江湖的术士 好的医生肯定会尽全力救治病人 挽救患者的生命 尽可能减少意外的发生 就拿心梗的救治来说 冠状动脉堵塞后引起的心肌梗死 随着时间的流逝 心肌呢会出现大面积的坏死 患者的生存机会就会越来越小 医生紧急手术开通血管 才能给患者生命多一份保障 如果患者家属不够理解 一味的强调患者的安全 不能接受可能出现的意外 哪个医生还会冒着危险去给你做手术呢 当医患之间不够信任时 医生选择的是保守之路 最终伤害的只有患者自身 社会上存在对医务人员的误伤 其实呢 绝大多数的医务人员都是好的 不要把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把医疗体制造成的问题 转嫁到医生的头上 造成医患之间的关系紧张 更不能对无辜医生造成误伤 一位非常敬业的医生 加班到中午不吃饭的医生 遭遇如此残忍的伤害 这是社会之痛 是全社会的悲哀 是全社会的悲哀